花蓮縣文化局多羅馬廠經以及經過多羅馬文化館 28日在花蓮市的觀光漁港 辦理了東部以東即海清西系花蓮好生活 聯合展覽的開幕活動 縣長徐真偉到場和眾多的貴賓以及鄉親朋友 一同欣賞了陳盛文藝術家之 抹鄉金雕塑和金磊攝影師的海底攝影作品 用藝術家以及攝影師的視角來感受 宏偉鬆動又有趣的海洋生態 而作品展期到今年的年底 也歡迎民眾把握機會前往欣賞 珍愛海洋 珍愛土地永續台灣 透過這一次的展覽作品 說出蔚藍大海的故事 讓東海岸的美好被更多人看見 花蓮市台灣在海域縣最長的一個縣市 也是一個無論是在外貿或者是從世界接近台灣 進入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門戶 一個非常長的海岸線上面 其實發生了非常非常多美好的文化 世界將近八九十種金屯台灣就有三十幾種 這是廖宏錡老師的研究 而在花蓮更看得到二十幾種 現在我們慢慢再把向日廣場 把它第一期工程做完 再到觀光漁市 我想未來這是一個對於推廣海洋文化 以及珍愛海洋環境 親近海洋最重要的寶地 眾人隨著藝術家陳盛文來到諾大的抹香精雕塑作品前 聽他創作時的脈絡 對 那我嘗試就是用編織這樣子的手法 讓自己人物在這個裡面去體會人 其實在這個世界或是在這個萬物裡面 其實并是最大的 我們有自己的思想 而不代表其他的物種沒有 對 那我用這樣子的編織方式 然後人物在裡面 然後去了解其他物種 之於人類其實是還是有很多很大的 而金磊攝影師的海底特寫攝影作品 除了能夠感受到他對海洋的熱愛 更能看見東海岸的美麗 文化局長吳敬毅表示 台灣得天獨厚的海洋環境 使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金屯物種 出沒在台灣周圍海域 也期望經過這一次展覽 向民眾介紹金屯物種的多樣性與生態面貌 透過金屯與人類之間關係的發展 任知金屯過去以及現在面臨的生存問題 喚醒民眾海洋保育的意識 重視台灣海岸聚落發展現況 記者林杰 花蓮市採訪報導 天磊